这里是林啊 这里是梦想 这样做梦就是神仙托梦 他神仙会站在我面前 跟上我说话 九报复的年入百万 九健康的得了癌症竟然活蹦乱跳了 福建有一座两千多年的道观 只要前来上香 就可以得偿所愿 美梦成真 神奇之处吸引专家前来研究 但专家也无法解释原因 那这座道观真的有这么灵验吗 在福建省福清市有一座石竹山 山上有一座名叫九仙宫的道观 而这座道观到了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来上香的香客络绎不绝 像正常的庙宇一样 虔诚的香客在大殿里诉说着自己的愿望 期盼神仙可以听到并且实现愿望 但是这座道观很不一样 取完愿望的香客并没有离开大殿 而是去了偏殿邪一托 直接倒地就睡了起来 这可是那了闷了 难不成是石竹山上楼梯台阶太多 香客们都被累得走不动了吗 那也不应该呀 睡觉也不应该在大殿里睡觉 多不尊重神仙们 男男女女还睡在一起 不怕亵渎了大殿的真君 其实不然 这座九仙宫之所以出名香火旺盛 就出名在这个睡觉上头了 原来香客们都是冲着奇梦来的 先是在大殿里说出自己的愿望 再到偏殿奇梦的地方躺下 神仙就会通过梦境和你见面 和你说话 醒来之后 心愿就会在现实生活里实现 俗话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会不会是许愿的人天天想 才会梦见这种情形呢 或者真的有神仙吗 会这么厉害这么的灵验 毕竟人的生老病死 是自然的规律 难道神仙真的可以逆天改命 为了深程度的了解事情的真相 记者打算实地考察验证一番 为此记者找到了一对夫妻相克 准备跟随验证一下 是否真的有那么神 男人名叫方可荣 女的叫焦美霞 这两口子最近一直都处于低潮之中 方可荣做生意做啥都赔钱 准备求个财转运 而焦美霞则是身体不好 身体经常性的酸痛 但这又治不好 只能前来九仙宫求求健康 两人在九位真君面前 烧香许过院之后 就被大殿的工作人员 带到了偏殿的奇梦缩处 只见两人躺下就睡着了 记者只好殿外等待两人醒了 两个时辰过去了 两人竟然同时醒了过来 那他们是否祈祷了自己想要的梦境呢 而两人说我真的梦见神仙到梦里来了 我成功了 你已经梦到了是吧 我梦到了 你梦到了什么 我梦到我自己就见了他 我钱抓了很多 真的这么什么 方可容说自己做的美梦 根本不想醒来 而焦美侠也说梦见神仙了 我们到了这个神仙 很多能到我家里做申请试评 这件事情直接震惊了记者 难不成神仙托梦竟然是真的吗 这两口子会不会是 请来的托呢 毕竟这样的事情也并不少见 为了调查的更稳妥 记者决定再找香客验证一下 福建省有座神奇的道观 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实现愿望 求财便可报复 求健康癌症患者都可以康复 只要上香许愿便可得偿所愿 这座道观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石珠山毕竟还是一个山 道观在山顶上 上山的道路就是一层又一层的台阶 足足有一千多层的台阶 走一趟就要被累得气喘吁吁 而这时记者看到了一个中年妇女 中年妇女本身没有什么 奇怪的是她的行为 和其他人走上来的台阶不一样 妇女是三不一扣手跪着上来的 嘴里还小声默念着什么 整个上山的过程是 一点点往山顶上挪 那妇女为何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上山呢 记者对此有了极大的兴趣 对妇女进行询问 回答了三个字的大姐 就不愿意再面对镜头了 不过郑巧陪同记者上山的人 是民俗学者郑敬廷刚巧就知道 中年妇女所求的事情 这位中年妇女是九仙公的资深相克 本身姓刘就住在石珠山附近的镇子里 刘大姐有一个儿子 在几年前从部队退伍之后 尝试创业了多次 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 合作生意比较泛冲 刘大姐的儿子那是 做一行赔一行 家里的老底都被砸了进去 但是儿子不愿意去上班 和老两口出乡买卡车去跑运输 如果这次不成功就安安分分的 找个工作养家糊口 但是一个大型的卡车 最少也要十几万 已经赔干净的家庭 哪里还拿得出来 要不然就只能去借钱了 但是谁又能保证这次开大车 可以保证挣钱呢 万一再不行 那家里可是欠了一屁股债 但是儿子的最后的请求 让刘大姐陷入了沉思 于是准备去家附近的九仙宫 求一求看看到底行不行 骑个梦让神仙来帮她决定 刘大姐也真没有想到 还真就有神仙入她的梦里了 刘大姐在梦到神仙之后 就借钱买了一辆卡车 刘大姐说只要儿子开卡车不赔钱 他每个月都会三百亿扣手 进行还院 谁也没想到 还真的转运了 当地有很多养殖业正在做大作响 正需要运输的卡车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把之前赔的钱全部挣了回来 除此还多挣了不小的一笔钱 刘大姐从此之后 风雨无阻每个月都会来还院 已然坚持了好几年时间了 这种神奇的故事再次震惊了记者 奇梦或许真的可以 民俗专家又说到 刘大姐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其中有一例案例直接让人 心甘情愿地在这待着做起了道士 需要求先的 需要问虔诚的 都来问 那他都以梦死了 福建有座九仙宫 梦里为你得偿所愿 报复 健康 平安 神奇古庙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他是九仙宫的道士 也是之前奇梦成功的人 他叫谢荣曾 是福星市的本地人 时间40年以前 这时的谢荣曾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 父亲不幸得了肝癌 癌症这个病一旦得上 只能慢慢地等死了 父亲觉得在医院治疗已经没了意义 就决定出院回家度过余生 母亲的天天一粒洗面 正巧同村的人对他们家说 要不你们去附近的九仙宫求求吧 说不定神仙会帮助你们 谢荣曾的母亲为了照顾父亲走不开 只能让谢荣曾去奇梦 谢荣曾来到了九仙宫大殿 用最虔诚的态度来许愿 就在谢荣曾迷迷糊糊糊的时候 好像有人跟我说 地瓜 泥丘 芋头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梦 谢荣曾只是看到最后一班船 马上要走了 他连忙赶着最后的时间点回了家 母亲询问他梦见什么了 他就说我好像听见了 地瓜 泥丘 芋头 母亲对此也感到怀疑 这种东西太常见了 真的可以把人治好吗 不过这时候只能试一试了 母亲把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熬了汤 奇系出现了 本来连水都喝不进去的父亲 喝了几口之后竟然可以 从床上下来了 我父亲一直到前几年才走掉 这让当时的谢家对九仙宫 有着极大的感谢之情 然后在听说九仙宫要修缮的时候 他就义不容辞上了山 那我就挑着米啊什么山上来做义工 那我就这一段搬下来搬成终身导事 在此期间谢荣曾对奇梦也是 非常的好奇 三十年来一直都在研究这个事情 也研究了九仙宫的由来 两千多年前 道教天师张道林带着自己的弟子云游 来到了石竹山 再次修建了九仙宫 从那以后两千多年间 奇梦的说法一直都存在 但是就是不知其中缘由 记者对此还是觉得非常的神奇 准备自己亲身上阵试试效果 记者在道观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许了自己有颈椎病的愿望 看神仙会不会给他什么方法呢 烧完香之后 记者躺在了奇梦所的草席上 也不知是自己的心理原因 他刚躺上去就觉得迷迷糊糊的 感觉有人在肩膀上按摩 不一会记者就清醒了 说自己也没有梦到神仙呀 然后把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 而在旁边的谢荣曾告诉他 这就是一种感觉 你已经奇梦成功了 记者对此还是有点疑惑 说没有神仙 自己迷糊出现的感觉也不是假的 但不管是否真正有神仙与否 在人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求神拜佛 不论有没有作用 但是心里至少得了些安慰 这或许也是九仙宫奇梦的作用吧 梦或许给了你一种希望 让你更有勇气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